往右邊看 好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會去檢測到你的 這邊有一條叫做 兇手五途肌 美女運動員接受體態評量 雙手幫我貼在你的身體的兩側 盡量的往你的膝蓋中間靠攏 不論肩頸背部髖關節到腿部 教練一一檢視評估後 準備要對他動刀 筋膜刀大概成45度角到75度角 免斤丟免斤丟 教練拿出來的刀 不是真的刀 而是運動按摩 舒緩專用的筋膜刀 幾乎表場是變鬆弛的 那我在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進到比較深層一點的 這些軟組織 塗上乳液在身上 反覆刮可不停 看起來類似刮痧 但不需要用力 反而是要簡力 輕鬆的划過 那透過簡力呢 我們才可以把這些 可能已經糾結 三年的這些筋膜 重新降解 回到液化 健身中心業者 結合按摩課程 將應用在運動員的筋膜刀按摩 引進健身中心裡 沒想到差一點反課為主 比健身的課程更受歡迎 我們告訴他 你可以選擇一次的運動按摩 搭配一次的教練課 他甚至會自動的要求 那我們可以兩次都運動按摩 他們比較享受這種叫做 偏向是懶人的運動方式 教練解釋筋膜刀按摩 是透過科學化分析 找出運動後不適的部分 透過筋膜刀 有淺到深的放鬆 幫忙恢復肌肉彈性 肌肉的彈性 可以看到這邊是通通軟軟的 那這邊就是比較僵硬一點 像運動按摩 他是比較用科學化的方式 去解決我們的不舒服 除了筋膜刀按摩 還有健身中心業者 同樣把按摩伸展課程 結合在運動裡頭 骨勢頭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三段去放 這時候幫我做吸區 除了一般的指壓 也配合滾筒或是熟悉的筋膜腔 協助運動的民眾改善身體痠痛 我們的骨頭 其實是都是透過肌肉 跟肌肉做連結 對 所以過緊的話 他可能就會讓你的 跨越關節的骨頭靠近 對 所以我們透過筋膜放鬆的話 就可以讓他回到 他原本應該要有的張力 隨著健身風氣盛行 業者把運動和按摩舒緩 結合在課程裡 除了提供更多選擇 也能夠吸引更多消費者